今天我們呈現 泰國伺服器 最爛打野 趙雲 泰國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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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來玩趙雲 趙雲呢 被泰國之名實況主評為 泰服的版本中 最糟糕 最爛的打野 該名實況主呢 有一定的攻心力 常常呢Meta分析都很準 不然的話呢 就是跟泰服很相似 而且啊世界賽 泰國 越南跟泰服 大家都一起打的 所以呢Meta版本 還真的有一定的相似度 只不過呢有時候泰服 越南會 比泰服 早一點 我們說的是奇葩角喔 比如像是靈靈 史蘭茲跟超人 還有祖卡 在泰服 越南愛打架的Meta呢 更早出現 趙雲呢被評為最爛英雄 到底呢是因為他真的不適應 還是有可能該名實況主 被趙雲雷的幾場 雷到不爽 把他評成最爛 都有可能 我們來看看趙雲這版本吧 我個人玩下來呢我覺得他 好像比布萊特更好一點 為什麼是布萊特呢 因為最近布萊特要出新造型 我們有再練幾場 玩得更細緻一點 布萊特跟趙雲呢有點相似喔 就是靠普攻吃飯 一隻普攻呢就把人收光 前面也是偏發育為主 只不過布萊特的前中期呢 還真的有點無理 打了呢還真的不會通 趙雲的話呢四等基本上有大招 就有一定的傷害 最強呢是在 前中到中後左右 大後的話呢不是趙雲的強處 只不過呢他強勢也很長了 我們來看趙雲最厲害的地方 相信大家對趙雲的印象呢就是 免費角 新手都有 再來呢就是爆發很高 跟法恩有點像 趙雲的大招改版之後喔 我還挺喜歡的唷 變得非常的穩定 以前大招喔 有時候在原地跳 或者跳不過去 再來大招呢是一定會跳到目的地 比如瓦克用來追敵方的納克羅斯 用來追敵方穿牆位移的英雄 或者用來吃紅吃藍 都很好用 趙雲比較積勒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前期的發育期了 不過覺得 其實也還好喔 比如呢趙雲的二技能都是範圍傷害 我們清兵的速度很快 再來呢二技能 會帶高額的吸血 我們開二技能清野怪呢 吃一吃也不滿血了 有藍在手的話呢 基本上 跑得也挺快的 開一技能可以跑很快喔 所以啊我覺得 趙雲在台服呢 應該沒有那麼弱勢 沒有到最難 就算沒有T1呢 怎樣都會有個T2 T1的尾巴到T2的頭 喔找到一個敵方的埃羅 埃羅 埃羅開過技能喔 這邊站著原地跟他砍 我們應該能夠打贏的 畢竟身為打野呢 有等級跟經濟的優勢 趙雲 由於我們也帶惡魔覺醒喔 一二技能呢可以提早開 開過大招之後呢 會快速的刷新一二 一技能是我們的增加跑速 讓普攻附帶緩速 範圍傷害 再來呢一技能其實還有兩個功能喔 第一個呢是解控很好用 可以解敵方 像愛麗絲的暈眩喔 擊退喔 還是魔龍的擊飛 再來呢一技能還有個地方 他可以當作攻擊性 那時候他可以重置普攻 你在普攻砍出去 傷害跳出來的瞬間按一技能 會馬上再打一下 高手應該都知道喔 萌新朋友們可能要多多了解 很多英雄的技能呢 都可以重置普攻 重置普攻呢 是增加我們每秒輸出的方法 讓我們打人更通報發更高 基本上呢如果你在星耀S 底下 看到了呢就一技能加速衝過去 大招砍下來二技能開起來 狂咒一盾呢 就可以把人收掉 如果要更極致更緊繃一點呢 把爆發一套打到最高的輸出 你可以先走位走過去 可能二跟三同時開 先開二再開三 或者先開三再開二 普攻和一技能呢同時下 要稍微的練習 反正我們的意思呢 就是最快的速度 把所有的技能夾雜普攻 全打出來 這邊已經五分鐘了唷 我們攔截一下敵方 成功拆了這個防禦塔 OK 緊繳過的瞬移跑不掉了 帶走 人頭去到我們射手呢 還可以 反野了 玩起來呢沒感覺趙雲 有那麼的特別弱喔 而且啊蠻多新款組在台服 也喜歡玩趙雲的 我想想他弱勢的地方 可能就是比較直接好預測吧 依然呢我們沒有主動的位移 我們的位移是大招呢 要有目標才可以跳過去 可能是沒位移還有偏脆皮吧 如果說續航力 傷害刷牙速度呢 刷牙速度就屬於正上 清兵速度就超級快 發育速度好像也還可以 沒有到那麼不堪喔 如果是新手朋友要學打野呢 趙雲應該是 比較不錯的選擇 畢竟呢趙雲貶費嘛 大家都有 再來呢他的抓人的方式也很直覺 基本的刷野 資源 收頭 推塔 可以的話呢也可以學學反野 只不過發育的話呢 可能要留個一技能喔 如果被敵方圍毆的時候呢 可以用一技能逃命 一技能可以的話呢不要太早開 畢竟呢他就是一個免費的清醒 還有加速 這邊對應盾敵方的回程 先不管呢開二技能的加速 收了這個藍 二技能加攻速 一技能加跑速 收了艾莉 再來收個艾莉絲 還不錯 再反個野 還有兵線可以攔截 喔 經過了這一波操作呢 我們已經超級肥 基本上是人打 殺人 佛擋殺佛 風險有點大唷 我們剛想強拆這個塔 應該是可以拆掉的 敵方人都很殘血 要打籃多的話呢 我們不要太靠近他唷 靠近的話呢就要一套必殺 不然呢如果給他風箏起來 要注意呢藍隊有位移之外 他有個擊退 把我們推走 技能開得好呢可以用一技能清醒來清掉唷 OK 再來呢每秒速出呢也挺高 吃的速度很快唷 我看這個每秒速就比納克羅斯更高了吧 就差在我們沒有位移 有送魂箭還有全能武器呢加上藍buff 我們冷卻時間就滿了 那又可以呢很頻繁的開技能 有二技能在呢刷牌速度提升 還有吸血提升 抓到敵方的菫 還偷個藍 挺霸道的 根本就是強盜 點塔為主 先不要點到英雄 OK 插著他 開一技能清醒 追上去帶走 我們勾引了蘭鐸的大招出來 他還是被他跑掉了唷 利用二技能吸血 很極限的把敵方收光 三連殺 被蘭鐸殘血跑掉了唷 有機會五連 這邊蘭鐸應該過來唷 OK 果然 我們的目標是中路跟上路高地 看來呢可以遊戲結束了唷 敵方清不了這波兵的 接下來還有兵 點塔就夠了 OK 摧毀主堡 遊戲結束 以上是我帶來趙芸打野的實戰 我覺得呢趙芸目前中規中矩了 不是最強勢的 但你不得要最爛 你覺得呢 我是尚恩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